医生我们兄妹之间没有什么谁是谁是 如果清醒在 就不在乎谁错 谁对 就卖完了我才知道 也是背着我进行的 你知道吗 也是背着我进行的 一场变故让他们长进物是人非 重重考验更引发无尽纠葛 我哥哥是05年回来的吗 我这职责的话呢 是07年 07年以后的话呢 突然就变故了 后来呢因为种种生活 变故吧 我在这儿住了10年多 小五年 特别的好 经济上就几乎不分多 都说亲兄弟明算账 这不分你我的财务状况 能维持多久 这个 您提供的这个 唯一的一个看字 好像还有点关系 没有结尾只有第一 为什么呀 他的就是 好像受别人挑唆吧 总是有一个 拿着一些的没有法律依据的 不能证明什么事的 这些事呢 现在来不找门着 一份关键证据的出现 又能否为他们扳回一局 现在我们讲情谊 他不讲情谊 他怎么不讲情谊了 他之前他不是这么承诺我们的呀 他之前他怎么说的呀 他 我怎么说呀 现在来把鸭子 聊起这些事 我心里很酸 我跟你说 我们都是亲兄弟 不应该为这一点 迎头晓 去扯断那份情 我们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您跟我们说 说这个您家的家庭关系 特别的不一般 其实我们之间 兄妹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 那您家这事有什么奇特的呀 就是过去的时候 不是都是单位分房子吗 对对对 分给他的 后来呢 我们姐俩呢 我嫂子找了我们 让我们姐俩的话呢 出钱给他买了 我嫂子当时承诺我们姐俩的话呢 说你们给我买了以后的话呢 我百年以后的话呢 有你们两个记者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 我不能没有这妹妹 他也不会不管我这哥哥 但是这里边吧 有很多的各种的事情 我这侄子的话呢 是07年 07年以后的话呢 突然就病故了 2007年 杨家大哥经历了中年丧子之痛 而这场阴阳两隔的突变 也引发了杨家兄妹之间的 一系列重大事件 我能做到的 我也要求对方能做到的 咱们实话实说 其中不参加百分之一 能找几的水 在经历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痛苦之后 大哥杨先生一家 似乎没有了主心骨 生活也失去了方形 他们俩人 不就这么一个儿子吗 儿子死了以后的话呢 不就牵扯到这个板子了吗 就没人继承了呗 没有继承人呗呗 是不是啊 杨家大姐说 侄子小杨是凶嫂的独生子 在小杨过世的同一年 哥嫂面临福利购买 这房子怎么买最合适 变成了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这时候呢 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说原来它是租赁吧 说呀这么着 跟杨先生让他买了 刚才我死了以后呢 房子归他 就有这么一个口头的约定 您哥哥小子家的这个房子 当时单位分了之后 是要你们来掏钱来买 用现金买 是吧 对对对对呀 这是哪年呢 07年 07年 当时花了多少钱 5万多 5万多是谁出的呀 我们俩出的呀 都各自出了多少 一半 一半 对 除了这5万块钱 还用其他的公灵啊 什么的了吗 用了吗 就是他都是等于单位 给核算完了之后 就是5万多块钱 就是核算了其他的东西 优惠啊什么的 对对对 什么万块钱 他的公灵啊 这个产权单位 是谁的单位 是各个单位 还是嫂子的单位 所以这房子 也是在嫂子名下 对对 他是产权人 因为买房嘛 所有的物业费呀 水电费了 万一八糟的时候呢 都得给人补齐了 然后这个钱的话呢 也是我们姐俩出的 一共多少钱 几千块钱嘛 就是几千块钱 对 您刚才说的1900 一个1900 一个1500 那么就3400吗 对 这个部分是你们俩交的 对对对 都是我们给他补齐了 在交其各项费用 成租房变成了 嫂子的产权房之后 杨家姐妹与兄嫂之间 便有了一个明确的约定 谁呢 出钱的话呢 把这房子买了 是不是啊 买了以后的话呢 将来我们俩百年以后的话呢 就归谁 那么呢 就决定 由他们两个出资 把这个房改房呢 给买了 另外呢 还欠一部分水电费 和这个物业费 也都是我大妹妹出钱 给还了 这样的话呢 这座房子呢 就成了这个商品房了 就成了个人的 就是私房了 个人的了 平均的呢 是我老伴的 大哥杨先生多次强调 两个妹妹虽不富裕 但对于她的帮臣 一向不遗余力 从内心来讲 对这两个妹妹的仗义 她此生都不被忘记 谁来对我照顾最多呢 就是这个妹妹 我所说的照顾呢 就是她 过年过节 或者日常生活当中 她总是送钱送物 比如 这个是我 我非常感谢 这件事 其实我们俩特别心疼的 你知道吗 不说每月给钱吧 过节过年绝对不辣了 该买的东西 油盐酱醋 都帮我买了 对吧 起码再给你 千八百块钱 都过年了 对这种现状 延续到了 很多年 不是你放心 你是我亲妹妹 你知道吗 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你知道吧 那就相信呗 妹妹们的关爱 让哥哥嫂子感恩在心 生活就这样一年一年的继续 然而2012年 随着一个噩耗传来 杨家稳固的家庭关系 也彻底被打破了 晚上 溜弯去了 他们两口子还 知道吗 晚上回来 心里不舒服 还没到守光医院呢 人没了 07年交了钱了以后 买完房子了 五年 五年以后 嫂子没了 是吗 07年买的房 她是一二年去世的 然后这房子 一二年就卖了 卖给别人了 对 是在她去世之前 还是去世之后 我嫂子还在呢 就是在世的时候卖了 对 卖完之后 当年嫂子就去世了 对 2012年 就在嫂子过世前的几天 嫂子名下那处 有两个妹妹 集资买下的房产 突然被出售变现了 如此蹊跷的时间点 难道只是巧合吗 卖房子的话呢 你怎么跟我们商量商量 是不是 因为有前提 它是我们买的 你做这些事的话 你必须得通过我们 对不对 都卖完了 他干 你嫂子把手续都卖完了 等着把这房子也卖了 钱也到了 我爱你 现在对这个房子 你们有什么说法呀 对这房子呀 因为你们刚才反复得强调 你们出资了 怎么样 这什么说法 我们的现在的说法就是 房子已经卖了 对吧 对呀 如果你想要我这房子 钱就不能要 你就得跟我说 大哥 我不要这钱 当初借你的钱 给你花的钱 那是送你的 给你的 你有钱的话 没有你不还我就不要了 至于这两万五 我们俩人这五万 是买房子钱 我们要将来以后 那房子利益 他没有 他没有要 那这是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们还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他买这房的话呢 是卖我们给他买的这房 这个比钱买的这个房啊 那你们 你的表述是 他卖你们给他买的房 对因为当初的成了 是给我们准备了 妹妹什么时候开始 和您提这个 现在这个房子的份 还有一点要求 经典 你们给他买的房 那这房子算什么性质 你这出资算 算什么性质 是赠予给人家 接待给人家 还是什么呀 不是 他就是口头 我嫂子说了 我活着我住 我死了 就是你们姐俩的呀 就是口头有这个约定 有啊 所以现在我们来的话呢 求的你们帮助的话呢 就说怎么着 咱也应该有一个承诺 或者契约精神吧 我问你 对不对 你有什么证据 你怎么证明他说过这话 他人现在已经过失 这么多年了 怎么证明 说过这话 那有时候 他们没有争取自己的利益 事隔这么多年了 法律诉讼期限是两年 在你知道 你这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 你主张利益 是两年之内 而且房屋都已经灭尸了 它都已经变成现金了 啊 你这边 你不得有点证据吗 我的证据就是这个 在这份杨家姐妹提供的文件中 写着这样的内容 嫂子去世后 将属于自己的房屋 移赠给两个妹妹所有 这本东西如果是作为一份证据的话 它起不到证明你所说的 那样一些主张的这个作用 知道吧 你这不想说意思什么 叫移赠抚养协议吗 对吧 你不管里边内容怎么约定 外乎是生养死葬 然后人家把房子给你 外乎这么点事吗 对吧 在杨家姐妹看来 这份文字足以证明 嫂子生前对房产的交代 如果按照这份协议 嫂子百年后 这处由姐妹俩出资买下的房子 理应归他们二人所有 这是一份遗憎抚养协议 上班有很多的小话 但是没有写完也没有执行 为什么没有写完 没有签字写完了 这个其实按说是一挺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结尾 为什么没有结尾 这个还是像我刚才跟您说的 买完了房子以后的话 有一天我上午跟我那去 完了我等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知道吧 就把这茬给忘了 你知道吧 直接回答我 为什么这个 您提供的这个 唯一的一个看字 好像还有点关系的 没有结尾 只有第一页 为什么呀 如此至关重要的文件 竟然不完整 在文件的第二页 究竟会是些什么内容呢 那边没有了 为什么 那边 他给我的时候就这么一半吗 说这个文件是在您嫂子去世以后 您哥哥给你的 他亲自给我的 他给你的时候就没给你后面 他只给了第一份 他说让我 他说你要把这个保存好了 他为什么让我把这个保存好了呢 因为什么呀 他那个 因为我哥哥跟我嫂子离婚 我们不知道 他卖房 我们也不知道 当时为什么没有签字呢 当时没有签字 因为写完了以后 没有人在做这件事 所以也都没有知情 尽管不完整 但还是可以看出 这是一份 关于嫂子生前意愿的文字表达 但其中 并没有嫂子本人的签名 对文件为何缺失 兄妹一方的说法 也不太一致 我们一回来的时候呢 我爱人他们 就律师给他想了一半话 不爱你这么着 他那写一个 让他养你啊 将来以后 你还给他这个 这么一个 行动的一个文字 一个东西 我爱人说的 也行 就写了这么一个 但是一直放着 谁也没在上边签字 谁也没那什么 我们讲情意 他不讲情意 他怎么不讲情意了 那之前他不是这么承受 我们的呀 他之前他怎么说的呀 那现在 中间他给您钱了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他给我们钱了 那我觉得他没有这权利啊 什么权利啊 说什么权利啊 他05年的时候 他跟我嫂子 离了婚 07年我们给他买的这个房子 他有什么权利 那个做主 把我嫂子给我们的份额 就没了呢 您觉得你有多少分 两个婚了 我有百分之百 那您的意思是 您不承认您前妻 跟他们是有约定的 有约定 但是我前妻 跟我已经还 安排我这件事 怎么处理 他怎么安排的 不知道 把房 留底子办把房买了 把那些的钱 该给他的都给他的 可以多给 大哥说 因为爱人生病 家里负债累累 确实需要用钱 我们欠了很多账 那时候 因为我爱人 装不实名 糖尿病 心肠病 心肠的住院 大概有 得有那么个几次吧 都是我大 二个大妹妹 接的账 有一天的话呢 我哥哥跟我说什么呀 他说的 把这房子给卖 就卖完了 我才知道 也是背着我进行的 你知道吗 也是背着我进行的 对哥哥的先斩后奏 妹妹们觉得 就是有意为之 明明扫得有言在先 哥哥却在如此特殊的时刻 将房屋出售 这难免让他们产生想法 要帮助 找第三条解释 您哥哥 认不认 您和妹妹当年替他买了房 认 他认是吗 他有没有用任何的形式 有一个反馈 卖了房以后的话呢 他把欠我们的都还给我们了 多少钱 他给了我20万 给了妹妹多少钱 3万 是吧 4万 对 那3400还给你们了吗 没有 所以你们认为他们 他还欠你们3400是吗 不是 我们不是那么认为的 给您20万 给妹妹3万 这是在哪年发生的事情 02年外的房 12年 要对12年 12年是吧 好 这钱你们两位都拿着了吗 拿着了 那里面什么给小妹妹3万呀 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借给了我那2万 我给了我3万 那我问您 这20万是什么钱 这20万呢 这20万的话呢 办案法以后的话呢 我哥哥把我叫去 咱们哥俩算算 你知道吗 后来我说那行 我们俩算的那天 大概是16万多块钱 你知道吗 这么着 偷着这么着吧 偷着这么多年 你也没少帮助我 对不对啊 大哥有钱了以后的话 给你20万 这16万块钱里面 都包括什么项目 首先一个是 嫂子的住院费 一个是哥哥要做事情 还包括什么 还有就包括这个 买房钱呀 买房 所以来 我们就停这 停一下 那为什么您今天 还要找到这来 说有关房子的事情 因为当时实话 他还我们 小俩这钱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 我还你们这些钱 其中就包括 你给你嫂子 您刚才刚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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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的认知里 16万块钱里面 包括买房的钱 对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 还要来说 这个房子的事情 因为刚开始说 这事儿定没有结束啊 你知道吗 我哥并没跟我们俩说呀 这房钱 我已经还你们了 到时候这房钱呢 跟你们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了 对不对啊 这位大姐 您刚才画音刚落地 我问的您 16万里面都包括什么 您说了 包括嫂子住院费 包括大哥这件事情 还包括买房 对啊 那为什么现在 还要说房子的事情 既然都已经清了 这个账 既然都已经清了的话呢 你们当时的话呢 我嫂我哥哥 他并没有说 跟我们家俩说 咱们就包括他 您的认知里头是有的 我们不能这样说话的 您知道吗 您的认知里头有 您自己刚跟我算完账 您自己不能这样 来回拉抽屉 既然您觉得 12年的时候 这一笔账 都已经算清楚了 为什么现在 还要来说房子的事情 我说咱俩 肯定是 那什么 你知道吗 活该家倒霉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理解 您现在说 您现在说这是什么意思 活该家倒霉 是什么意思 毕老师 我来跟您说吧 然后他就是 现在我们的诉求 就是当初我们给他 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嫂子和我哥 是说好了的 百年之后 这个房子就是 你们姐俩的 然后呢 中间他卖这个房 我们不是不知道吗 现在我们的诉求 就是觉得 那个 虽然说你给我们了 你给我们的钱的时候 你应该告诉我们 住院很多 但是实际发生呢 大概有个五七八四 全是他掏的 一共 同头之后 大概多少钱 我跟他之间的账务 确实账务 应该在十二万多头 包括买房子 如果当时 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交流 你姐姐刚才 不会那样叙述 您刚才作为一个旁听者 您应该可以很清楚 听明白他的叙述 对吗 我问的问题很简单 他的叙述也很清楚 对吧 有什么不清楚 现在 据了解 在房子卖掉之后 杨先生曾经付给两个妹妹 各自一笔钱 作为对他们曾经付出的补偿 但时隔六年多 两个妹妹却要和哥哥找后账 这让调解嘉宾们 有些无法理解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 都是一样的口径 就是明明的 已经把这个买房子的钱给您了 也给他了 而且刚才我问您 给您多少钱 您说我当时花了多少钱 他就给了我多少钱 都是非常明确的指向 为什么还要再提啊 旧话重提 是为什么呀 就是自己那个 那个想不通 想不过来 就是有什么想不通 那你当时 当年 你看啊 你等着啊 我跟你说啊 你们当时啊 是办了这么两件事 第一 在买房子的时候 肯定你们当时 替他出这个钱 是很有情意的 一个做法 你们有了一个约定 就是 嫂子百年了 你们两个人 要拿走这个房子 为什么呢 是因为买房子 你们出了钱 对不对 这中间是这样的因果 没错吧 没错 后来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哥哥一二年 把房子卖了 把卖房子的钱 有多 有富裕的 还给你们了 这话说清楚了 如果你们还认为 那个房子 你们想要 那这笔钱 你们不该接下来呀 这有什么想不明白呢 当时要给你们 这个房子 说百年以后 要给你们这个房子 是有条件的 是得你们出钱买 你们出了钱 人家把钱还给你了 是不是原来的那个 就取消了呀 就没有什么事了呀 你钱你也拿走了 然后你现在又来 要这个房子 那 这一个姑娘 都不能嫁两回呀 我们不是这么认为的 又就是 我们要是 那个十六万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十六万是什么钱 您拿走那三万 是什么钱呀 为什么要拿走那个钱呀 那你给我们的时候 你起码应该跟我们说 这个钱 那个给你们了 就之前承诺你们 给你们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换一个思路 你们俩现在这个说法 虽然不堪一击 但是两个人 肯定是先商量过 因为口径是一致的 我就这么说吧 平白无故 人给你十六万 你敢花呀 你不得问问呀 今天应该把你那本带来 那我姐给她花的钱 就多了去 我们不把所有的账 都混在一团 我们现在只捋房子 这条线 好吗 如果要按您这么说的话 那兄妹之间没有情意了 还是有情意的 对不对 一码是一码 大哥给的钱 两个妹妹都收下了 但这笔账 却似乎没有算完 一向对大哥 照顾有家的妹妹 为何要就事重提 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呢 请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释之 哥哥 我担心你 您觉得当时 您给这二十万的时候 您跟他说清楚了吗 我没有说 没有谈及这个事 但是我感觉 我那一潜意识的就是 我把你们的钱还给你 因为咱俩哥俩这么好 你不会再找我要什么 但是明显的你们两个人 想法完全不一样 对 另外我就感觉他 就现在我们俩在家 来 现在看上去 就你妹妹 你的大妹妹 刚才她那表达方式 最重 对 您不觉得是因为 您和您的前妻 不够坦诚 伤害了她的感情吗 没有 我觉得不是这样 所以您一点都不认为 当时首先 你们有承诺在先 后来你们 私自改动了承诺 并没有知会对方 这件事做错了 您没有这 我有 为什么说这么说有呢 但是如果 这是情感方面的事 法律层面上 我认为就是即使 在我退策前的时候 我不跟她说 她应该问我 当时您给她 二十万块钱 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直接 噎给她了就完了 不是 我说咱俩算成账 我大妹妹刚才在场 说了十六万多 实际上 我仔细地算过 是八万多块钱 但是这个我不纠缠 她说十六万 就十六万 你就十六万 我也是还了你二十万 您跟她一起算的什么账 都包括什么 包括买房钱 包括原来她借给我的钱 包括她 就是从节过年给的钱 我都算了 其实这是不应该算的 从节过年 你来看哥哥 给哥哥的钱 不应该 但是我也都给她算了 她不是还包括 您前妻住院的钱 对 就不管你怎么说 你也到不了二十万 所以为什么您说您没名说 您这个算账的过程 难道还不够名吗 我们都是成年人 每个人都思维 如果她现在还认为 我欠她什么 我就不说好 就是不是那种态度 我因为我不欠 她刚才说的非常明白 你欠的钱 她刚才逻辑一下 你也在听一遍 我问你也听清楚没有 当年你们买房子 她出资了 出了五万多 然后你们又给她写了 抚养赠予协议 然后不等这个协议旅行 你们把房子 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或者没有告知 他们就给卖了 卖了得宽以后 虽然做了一些分配 但你拿剩下去买了新房子 她就不乐意了 所以这房子应该有你的 对 她是这么个逻辑 对不对 刚听明白了吧 就是我们要是外人 我们要不给她出这笔钱 她就得上外边借借 不是说她给我借借 是吧 她这个里边有好多 都是你看她住院 有的时候 一万 就是一万一万的 什么这种钱 哪个钱的特别多 那你的意思是 相当于是还了太多 对对对 这个钱是你应该给的 在哥哥眼里 兄妹之间的经济往来 其实早已告一段落 而除了经济账 兄妹之间的亲情 还能回到同贤吗 根本就没把这事当回事 我内心当中就是 你们都是我妹妹 我用了你们的钱 现在我有钱了 我还给你们 就当时给她买完房了 天都给她安排妥当的 你知道吧 都不知道 他们俩已经离婚了 据杨家姐妹讲述 当初在他们帮兄嫂 出资买房时 其实兄嫂 已经是离婚状态 这位大姐 刚才特别的强调 就是为您这个大哥 付出了很多 这呢 我们也非常为您的 亲情所感动 但是呢 我想问您一个 您当初 为您哥哥付出的时候 包括给他花一分钱 或者花更多的时候 您想到没想到 他今后会对您有所报答 或对您有所收获 您想到了吗 我们没想到 我们刚才 我就要您这句话 没想到 我们刚才没求这个 对 我们没求这个 对 所以今天您的要求 是什么呢 因为您的哥哥 已经给完您 您算完是16万 您的哥哥给完您20万 您还有什么要求呢 我还有什么要求啊 因为什么呀 他跟我嫂子 05年离得婚 他 我怎么说呀 现在来压子 了解这些事 我心里很酸 我跟你说 我们都是亲兄弟 不应该为这一点 就是 迎头小的 去扯断这份亲戚 据说 就连哥哥和嫂子 当年的离婚判决书 都是两个妹妹 多年后才偶然发现的 最近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我就没在意 他翻出来了 肯定是去找我二妹 所有的点子 都是我二妹 当时他说他离婚 我就认为他离婚了 你知道吗 结果呢 有一张法院判决书 这张判决书的上面 写的是什么呀 杨一喜 我哥哥 占这房子的 10%的份额 我嫂子呢 占90%的份额 看着这份离婚判决 两个妹妹 不禁产生了疑问 哥哥到底对他们 隐瞒了多少事情 而这样的一份 法律文书 能支持两个妹妹 提出的诉求吗 09年的时候呢 我就申请了经济信用房 到12年的时候呢 就批下来了 批下来 我老伴就说呢 这是我老伴的交代 你呢 这房子呢 就咱们买了 但是咱们没钱 包括把我这房卖了 留一部分钱呢 给你买房 剩一部分钱呢 把所有的外账 包括你两个妹妹的 给你买房钱呢 还有那个 你大妹妹 对咱那些帮助 现在的钱太多了 看算了 都还清了她 稍等 就停这儿啊 当时 在买房子的时候 你和你太太商量 跟大妹妹借钱 跟大妹妹要钱 让她来买房子 有什么交代 跟我呢 跟那个 当时呢 她跟我大妹妹就说呢 我们也没有孩子了 我死了以后呢 这个房子呢 将来就归你 我过这样的交代 这个我不仨访 实话 到你们这儿来 就说实话 这是07年 要买房子的时候 那时候 当时他们商量 我在场 后来又写了一份 遗政抚养协议 是请人写 人一直写了内容和要求 那里边当然条款很多 包括什么看病啊 这个抚养啊 生活费啊 但是没有执行 我也就没有监督 那我想问您 既然您和太太两个人 都有共同的意思表示 后来为什么会把 提起人家的房子 卖了呢 因为我有了经济顺劲房 我们买不起啊 我老伴 我们俩是发小的夫妻啊 他考虑我呀 他说我把这房卖了 当时您太太和您 在打算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过疑惑呀 说这个都已经答应了要许给人家的东西 现在卖了这个合适吗 我也提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老伴说呢 现在这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得不能我死了让你没有个窝住 我得把你的事安排好了 剩下的钱该还给他们的都还给他们 不让他们吃亏 所以我老伴辜负我的 一定要让我把钱还给他们 但是当时你们并不是借款 是不是借款 经过就是这么个经过 我呢 我怎么想这个问题呢 还有到现在 我和我大妹的感情特别好 多给他一部分钱 我感觉也是应该的 但是我现在 就我现在的心情 我还是感觉 我两个妹妹对我都很好 血浓于水的亲情 为何走到这般地步 我也没有防备他怎么办 他也没有防备过我 如果我不再婚 反正没有现在这一程 就很简单的道理 他们开始了新生活 却为何没有得到亲人的祝福 有些担心您哥哥 在婚以后的生活 他的小家庭 是吗 对呀 您有什么担心 因为什么 这么多年 这个你就别说 真正的原因究竟何在 为什么他们有口难言 如果在调解当中 他说出了一些 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话 只要说出一句来 当场我就离开这个 你们录制现场 需要您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有参大问题 现在那个 达到他的目的 他都给你撇清了 既然事实清楚 账目明晰 为何纤结难以解开 你们说的那个标的物 就已经灭尸了 到目前为止 都已经六年了 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都没找 为什么会等了六年以后 才来找 我感觉特别稳定 特别 我也感觉很愿意 就是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第三调解是之 哥哥 我担心你 下集 两姐妹共同出资 帮兄嫂顺利防改 这个房子里的的话 应当有我们姐俩的份额 我也说 我很没揪 这是我一个最好 嫂子突然离世 让局面彻底改变 确实的助养协议 突然发现了离婚协议书 让他们感觉受到了欺瞒 我买房的时候 写合了妻子的名 他们也都知道 没瞒他们 我说你这不是又骗了我了吗 你知道吗 我说你真是拿我这善良当傻子耍了 所以最后结论是 你现在跟你妻子共有的这套房子 跟他们没关系 对 跟他们没关系 这个结论吧 对 就当时给他买完房了 前面给他安排妥当的 你知道吧 都不知道他们俩已经离婚了 我所用你的钱 我都还给你了 但是您贪财呀 您拿了钱呀 不对 您这么说不对 那不对 怎么不对呀 我不是说不应该拿他这20万 您不能又拿钱又得房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每个人自己心里 都有自己的一本账 但是互相之间又憋着不说 其实我要不带婚 你也不想这些事 对 我担心他什么呀 担心他老夫受亲 说怎么了 因为他们俩相差22岁 你哥哥私生活 为什么跟你有关系 你担心我 不是就怕我被别人骗了吗 很简单的一句话 怕老杨家的财产流失吗 反正我是你们哥哥 跟你们耍赖了 我就现在过着 就这样的生活 你们说的那个标记物 就已经灭尸了 到目前为止 都已经六年了快了 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都没找 他没说 就是说 跟你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他才说出来 跟我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房子都已经没了 还怎么建立个关系 因为有我嫂子那个份额 我们给他买的那上写着 我哥占10% 我嫂子占90% 因为他跟我嫂子离婚 法院判决 我哥占10%的份额 当年买房子管的 这个还有追加 其实我要是不再婚的话 我一定最限我的承诺 我百年以后 房子一定要归他们 因为我没有 但是我再婚了 就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就没有能力 再支付他们这笔大的费物 2012年 杨家兄嫂出售了 由妹妹们出资 买家的房改房 时隔六年多 两个妹妹却旧事重提 而提及当初急于卖房的原因 大哥也表示 那确实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到12年的时候 我爱人活着 我那年申请了经济使用房 但是没有钱卖 我爱人说 你这样 把咱们这房子卖 因为咱欠外边人的钱 还欠你两个妹妹的钱 把欠他们的钱都还给他 完了咱剩一部分钱 看看够不够买这经济使用房 重病缠身的妻子 高筑的债台 令大哥无计可施 他说 卖房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更何况 这一切都是爱人所做的安排 杨女士 我问你啊 房子卖了100万 70万存在您那儿了 不是啊 那是什么呀 你刚才说 哎呀 我还言 你给我卖了100万 你怎么理解 他在你那儿放了70万这件事啊 你觉得这70万是谁的钱啊 70万是皮肯然卖房子的钱啊 是谁的钱 是谁的 是谁的 按照说的 就应该是 我们付钱买的这房子的房款呢 也就是说这70万是您二位共有的是吗 对呀 所以您觉得拿70万去给他买现在这个房 这房子也是您买的 是这个逻辑吗 你买这个房 用的钱 是我嫂的这个房钱 那么我嫂的这个房子 是我们俩人出资买的 那这个房子 我们要不出钱给你买了 你也卖不了 卖不了以后的话 你也买不了这个房 据了解 大哥2012年卖房时 共获得100万的售房款 在自己留下30万后 大哥将其余的70万 都暂时放在了杨家大姐手里保管 你这个逻辑不通的 刚才我给你 我给你写过六个阶段 你们刚才自己说 哥哥嫂子买房的时候 无条件给人家钱的 当然有条件的 他没条件 他不要不说给我们家俩的话 错错错 你刚才你妹妹亲自说的 赠予给人家的 对不对 刚才我说的三种性质 赠予 投资 借贷 你是属于哪一种 咱们姐俩就等于属于什么呀 其实是属于赠予 把这钱 无条件给哥哥去买房 那你现在既然给了人家了 没有附加任何条件 这个房子跟你没关系 那你说如果说建立起关系了 你刚才说那有个遗嘱 说这个遗赠抚养 但这个遗嘱现在展现给我们 它是一个没有法律效率的 是 它是没有法律效率 我也知道 但是为什么我把它拿来 听我说 听我说 您说 我希望我刷二 你不刷一通吗 行 那就是说你现在又把它建立关系的 这个依据是有这个遗赠抚养 或者是这个赠与赡养 这样一个协议 但这份协议 由于它本身的缺陷 无从判断是嫂子或者哥哥写的 那么这个房子 你说这个房子因此建立关系是说法不成立 这是你第二步 你第三步 你刚才说他卖这个房子你不知道 在我们旁观者认为 他没必要让你知道 因为登记在人家名下 一个90的份额 一个10%的份额 人家有权对自己名下财产做任何的处置 那所以你刚才你一直在说 跟你有关系 跟你有关系 怎么怎么样 你如果老看我们的电视 你会知道我有了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您主张这个权力的权力来源是什么 2007年 嫂子的成租房面临房改 由于囊中兇色 兄嫂求助两个妹妹代为厨子 2012年 兄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将房屋出售变现 两个妹妹虽然后知后觉 但也没有及时提出额外的诉求 此后 杨家大哥再婚 并用一部分卖房款 购置了房屋 而在六年后的今天 杨家姐妹突然提出 要哥哥给他们一个说法 若你来人前面 我已经跟你说了 那你觉得你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 就是你要考虑的 你的逻辑 刚才孙老师也在帮你总结 其实我们都听明白 不用反反复讲 但你觉得你这个逻辑关系 能不能建立得起来 这是你要考虑的 急死你 为什么觉得这房子跟你有关系 是买这处房的时候是你花的钱吗 我们今儿俩花的呀 刷了你的卡是吗 你说哪处房子呀 现在申请下来这处经济试用房 刷了我的卡呀 为什么刷你卡呀 因为他把他那个钱打到我账上了 卖房子钱打到我账上了 也就是说上一笔的那个 七十万用于这处的买房了是吗 对呀 一共花了多少钱要买房 买房的话呢 他那个是六千多块钱一瓶 七十多瓶的话大概四十多万 四十五万左右吧 所以现在应该还剩二十多万 还在您手里 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早就没 那您怎么理解用七十万 去帮他刷这个新的这个房子 你怎么理解你为他付款的这个行为啊 因为这个卖房不卖了一百万吗 卖了一百万以后的话呢 我哥哥的话给我卡上打了七十万 然后他自己的卡上留了三十万 所以现在的话呢 就出现他给我这张这个 不要一证书的 他就给我这个了 他把我叫起以后的话呢 他跟我说这个房款啊 明天就到了 人家就该给了 该打房钱了 他说我给你一张这个 你把这个收好了 他说因为什么呀 我跟你嫂子离婚 我是占百分之十的份额 你嫂子占百分之九十的份额 他去世以后的话呢 你知道吗 他还有兄弟姐妹 他还有兄弟姐妹来争 我嫂子是不是还财产呢 所以他才把这个给我 他说你拿好了这个 一旦他的弟弟妹妹们来 找我要这笔钱来 要让他姐姐的这个份额来的时候 你就把这张拿出来 你说对不起啊 房子 我已经 你姐姐在这时候 已经是我出钱买的了 你姐姐现在死了 我就可以继承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呀 是我出钱买的 跟我妹妹俩出钱买的 他为了是房这手 所以才把这个给我的 你一会儿听我来说这件事 一会儿你来听我来 继续这件事 好吗 出于担心节外生枝 大哥在2012年卖房后 便将70万元售房款 交给了妹妹保管 大哥祭祀所购置的 经济适用房中 到底有没有杨家 两姐妹的权益 对于自己曾经的付出 杨家姐妹又是什么诉求 那他现在说了 你新房子里边 有他们的权利 你怎么看呢 我认为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所用你的钱 我都还给你了 但是这个约定 也不是我跟你的约定 是我老伴 跟他的约定 就是你刚才也说了 你20万我刚才注意到 你列项了 平时借的钱也好 包括春节来看你的钱 给的礼金也好 还有买房子的钱也好 哼巴当当算起来 20万足以涵盖 足以偿还 所以不存在 他们所说的 你买房再给你钱 这么个事 对 你是这么认为的 是吧 所以最后结论是 你现在跟你妻子共有的 这套房子 跟他们没关系 对 跟他们没关系 这个结论吧 对 两个问题 一个是该不该给 你同不同意他的说法 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果说该给 能不能给 是另外一个说法 不该给 就是这个钱 他并不是说 他买了房 拿这个钱 20万给 他人家我解了 不是这个概念 面对妹妹们 所找的后账 大哥说 他欠妹妹的账 早就还清了 我就把房子 写成了我和妻子 这也是他的一个心结 如果你要留你自己的孩子 这套房子 把孩子收敌了 我没有意见 现在你把这套房子 留给了外人 杨家大哥说 如今两个妹妹联手 和自己秋后算账 主要是因为自己再婚的缘故 在妹妹们看来 大哥卖了老房 又卖了新房 令他们的利益受损了 现在现有的这个房 是什么 什么性质 经济信用房 是谁的名字申请的呀 是我哥哥跟他再婚的 哪里 您觉得这个房子里 有多少你们的份额 我起码就觉得的话呢 这个房子里的的话呢 应当有我们姐俩的份额 你毕竟的话呢 你有该说我的份额 您可以说呀 你的份额的话呢 已经给你结清了 你啊 跟我们说话 别这么呛着 我们是替你们家解决问题 对对对 我知道 要为什么掌级呢 我这些弄不懂 怎么叫没有我的份额呀 您的五万块钱 被二十万买出去了 如果这个房子 要是还有您的份额 您得追加投资 对不对 您追加过投资吗 追什么加投什么资啊 我怎么弄不明白呀 本来就是你们买的房子 就是用我给你们买的房子 卖的钱买的这个房子 大姐 对呀 还是说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您花的五万块钱 对对对 已经被二十万买出去了 他跟您的账 已经结清了 在跟您和妹妹 结清了账以后 他又买了新的房子 那里边 怎么会有您的份额的 我根本就没把这事当回事 我内心当中就是 你们都是我妹妹 我用了你们的钱 现在我有钱了 我还给你们 他也认为 他没有我的份额 他跟我结清了 他为什么还把这钱打到我呀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 你一经话 就跟我结清了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他自己卖的房子 他自己钱 他自己拿着呗 他干嘛还打给我呀 那您为什么不问他呀 是不是 您为什么不问他呀 我问他了 他怎么回答 他就说的话 把钱搁在我这 踏实了 因为什么要牵着道的话 他媳妇占百分之九十的份额的话 怕人哥哥哥 兄弟姐妹不来 跟他要这笔钱了呀 那所以你知道原因 那你问我干什么呀 所以他这么说的吗 要不怎么 他说你把这钱拿好了 你知道吗 这不就是原因吗 就是他信任你 所以我就说的话呢 那这人的话呢 说到这以后的话呢 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弄不不娘这个 你已经跟我嫂子离婚了 先离的婚 我们后买的房 那你跟我嫂子已经离婚了 你已经拿着你那百分之十 你爱干嘛干嘛去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您觉得归您管吗 是不是 这不归您管 您那是另外一码 就是不归我们管的话呢 那法院判决的话呢 就你百分之十 我嫂子占百分之九十 你拿着你那百分之十的话 你再不的话呢 您说的所有的这些 都可以成立 有一个前提 您不是一直想不明白 我觉得您卡住了 你知道吗 我卡哪了 您说 我听您的 您不该拿了那二十万 一拿那二十万 后边就万事休了 明白 但是您贪财呀 您拿了钱呀 不对 您这么说不对 那不对 怎么不对呀 我不是说不应当拿 他这二十万 您不能又拿钱又得房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因为什么呀 你知道吗 我刚说话 您听见了吗 别的我都应当拿 咱俩呀 我都应当拿的 像您说的 咱俩说话呀 不要像在那个 菜市场吵架 是是是 明白吗 您那东西 比那个菜市场的菜大 那咱别这么吵 您不能又拿钱又得房 没这么便宜的事 明白 您当年拿了钱 后边就没有房 就这么简单 就是您跟他谈的时候 他也是 就是 就这样胡逗蛮谈 杨家姐妹坚持认为 哥哥再婚后 所购买房屋主 依旧包含着他们 对这个问题 调解嘉宾反复解释 而大哥却说 两个妹妹 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买房的时候 写出记子的名 他们也都知道 没瞒他们 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争取自己的利益 事隔这么多年了 法律诉讼期限是两年 但你知道 你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 你主张利益 你是两年之内 他们突然提出 这套经济试用房中 包含着他们的权益 令大哥非常不解 这做人不能不讲道理 我三大哥的 在情感上做到 该给你的 我都给你了 现在你等于是 你骚扰我的生活 我觉得您家这个事吧 是有问题的 你说 我倒是觉得 您不是说 不应该拿这二十万 您是最开始 就不应该好心眼的 人家都离婚了 两位还出钱 给他们买房子 这是第一 第二 不知道他们俩离婚了吗 要知道他们俩离婚 我们俩疯了 第二 我们是买位10% 还是买在那90% 第二 对不对 第二 哥哥给您70万 存在您卡上 您就不应该再掏40多万 给他刷那第二个房子 您应该再把那20万要回来 那您才两位才拿回来 全部投资回报90万吗 对吧 一共卖了100万 你们俩拿回90万 这事也能了 所以其实中间 有一次了这事的机会 就是两姐妹分了这90万 也能了 但是第一 您好心眼的 给哥哥账上留了30万 第二 他在买京士房的时候 您又好心眼的 去给人刷卡去了 因为他是我哥哥吧 对呀 对不对 因为他是我亲的哥哥 您不能说 您不能说 讲亲情的时候 讲亲情 现在讲钱的时候 讲钱 您这亲情跟钱 您总得舍一个 是不是 您家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结局 就是亲情跟钱 这两件事不能兼顾了 我待会听听我哥哥怎么说 对呀 咱们该怎么说 或许是感觉到被哥哥欺瞒 两个妹妹心中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在双方的言语中 可以感觉到 是杨家大哥的重组家庭 给兄妹纠葛 带来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有些担心您哥哥 再婚以后的生活 他的小家庭 是吗 对呀 您有什么担心 因为什么这么多年 这个你就别说 对了 算了 不说了 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是不是 杨家大哥的再婚 似乎是兄妹矛盾的根源所在 房产纠纷的这件事情上 以外的一点事儿 如果他做不到 那么我肯定不录这节目 我找他成个算数吗 你知道吗 他说当然算数了 你知道吗 不算数哪行啊 后来我说你可是我亲哥哥 他就纠结在这儿 现在你把这条房子 留给了外 我不平衡 所以我就得一样 而对于妹妹们的担心 大哥说自己完全理解 但无法接受 您能跟我们说说 为什么他对您再婚这个事儿 有这么大的意义吗 他们就认为 因为我现在是老夫少妻 他们怕我被骗 他们还是心疼我 对担心我 因为我 我已经老了 我理解他们 我也谢谢他们 那有没有可能您做出什么来 让他们排除这个担心啊 比如说您给他们什么权利 帮 让他们帮助您 没有 我现在不吃灾 我能处理好自己的问题 婚姻问题 家庭问题 关系问题 我都能处理好 其实他我们一跟他讨压问题的话呢 他就说我这是我的自己人 个人情感问题 跟你们俩没关系 但是您还是有所担心的 您现在和那个弟子 在这个新买的这个房屋 比例是怎样的比例啊 各大50% 因为我们共同申请 多大的房子 77平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经事房 应该是不可以上市 永远都不可以吗 应该是吧 搬向以前的经事房满五年 然后还要补交点税费 只可以上市 但新的经事房 现在不知道什么政策 如果没有新的改变的话 应该跟以前操作是一样的 我告诉您 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 不知道您的小妹妹 是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大妹妹 鉴于她 就是您刚才说 你们的关系 过去是那样的 然后她曾经 对您的这个整个生活 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想她可能 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因为她现在 岁数也大了 你们会变得 就是越来越 这个没有办法 给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所以她恐怕 认为这个房子 是你唯一可以指望 以后生活可以指望 没重要的来源 如果和别人 要是分享的话 就等于是 稀释了你以后的房子 就算是一半的房子 以后养老 进这个养老院 我觉得也应该 生活算是有保障 一会儿我也替你劝劝她 可以感受到 对于大哥未来的生活 妹妹们是一心维护 唯恐日渐衰老的大哥 在晚年失去保障 对妹妹的这番苦心 大哥能否换位思考 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 请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是之 哥哥 我担心你 下集 几位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您家人吧 在这个钱这件事上 每个人自己心里 都有自己的一本账 但是互相之间又憋着不说 是不好意思说 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导致您家 其实就是有误会引起的 就是因为大家互相之间不沟通 给了钱又不说 这钱是干嘛的 然后就在这个方面 大家都藏着掖着的 其实到现在 闹到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是不是也挺后悔的 当初那些事 那些话都没说清楚 没有 我们给我哥哥花钱 你知道吧 包括我贝贝 我们给他花钱 到话呢真是不计较 对 您花钱没计较 但是当时为什么 把所有的钱都说清楚呢 比如说这个钱 哥哥 因为他是我亲哥哥 这70万是什么钱呀 是搁在我这搁着 还是给我了 还是为了保护咱们家 咱们家的财产 怕被别人拿走 所以先放在我这儿 保护起来了 因为我哥哥跟我说来了 他为什么把这个钱打给我 还了我20万呢 你知道吗 他刚才也说了 他借别人的钱 他还不还了 对不对呀 只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你救我 帮助我 要钱就给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我亲哥哥 不管怎么说 那是我亲嫂子 我给他花的花的 我心言同怨 他刚才还过钱 他也是这么说的呀 对不对 咱们哥俩算成账 我借别人的钱的话 我也得 我也得还人 借钱给你是干嘛的 我跟你讲 是没说 其实我感觉 你是应该 跟咱们老次说的 我给你 给你这20万以后 我说咱算成账 我跟你说 这个房你就别垫着了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话 你没往心里去 因为咱们兄妹之间 从钱上是吗 你对我花钱 你就没在乎过 你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其实我要不再婚 你也不想这些事 对 就这么讲 就直接回答 这个老师和这个律师的话 就是这么简单 对 是不是 刚才大哥问您的时候 您特别坦诚 对不对 大哥说 您是不是担心他再婚以后 您的态度改变 您刚才也 特别坦诚地承认了 我想现在问您 您担心他什么 我担心他什么呀 担心他 老夫少妻 说怎么了 这个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俩相差22岁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这个婚姻法的话 没有年龄阶段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您知道吗 这个怎么了 怎么 你说你怎么回答 你就说你担心我什么 很简单的一句话 怕老杨姐的财产流失吗 就很简单 我都担心你啊 为这件 受病 为这件病的事得了病 你要是能够接受调节 接受调节 你别把自己逼疯了 该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毕老师问什么 我就答什么 我在家就说过你 我情感方面的事 你不要介入 不用管 妹妹过多插手自己的家事 甚至逾越了基本的界限 这让杨家大哥非常反感 你知道你妹妹啊 因为太多的 管您的这个生活的琐事 所以其实他和你之间的距离很小了 他对您做的很多的 比如在生活上的照顾 这样的照顾 这么没有界限的这种照顾 其实首先是对他自己生活的一个侵害 我不知道他先生是不是会很有意见 或者他孩子会不会很有意见 因为只要花在您身上的一分钱 就等于是对家里面的人的剥夺 因为这样长时间的关怀 使得他跟你之间界限模糊了 所以有的时候他那个角色就混淆了 他以为他是你妈妈 对 就算真的他们婚姻出了问题 以后面临分割这个房产 他那一半够送了上老人院子 你甭操心 平时能走动就走动 不愿意走动 心里不高兴 减少来了 甭看着心烦 因为过于担心哥哥的生活 杨家姐妹陷入了一种自我纠结的状态 她们或许只是出于好心 但确实也有些固执和多虑 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材料 你们兄妹关系不错 你刚才也讲 一直在资助她 是吧 那么这个说实话 是一般的兄弟姐妹做不到的 那她生活比较趋久 也有很多的不幸 那她现在选择到了一个 她认为适合她的生活方式 那我相信你作为亲人 应该支持她 这没有错吧 那这是情感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经济问题 你刚才说的那么多 其实我们已经也提出了 所有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让你考虑 那我们提这些问题 你就应该想到 实际上我们是有答案的 那既然你来了 你刚才也说了 那不争就不争为 争与不争咱放在一边 应该让你明白 我们都是讲道理 对不对 那老百姓经常有句话 我输我得输个明白 我死得死个明白 那我就让你们明白 或者希望你 尽量希望你们能搞明白 这样这个事 不管怎样 它就放下 因为你整个这个步骤来讲 如果你们当时 真的有权力意识 那从一从上从上 我跟你列了这么多的环节 你在每一个环节 你都应该第一时间 采取补救措施 但你没有 说明什么呢 从出资 防改时候出资 到有遗嘱 到这个房子 后来又出售 拿他去买新的房子 到买新的房子 他登记的情况 等等等等 这些环节 如果你们姐妹两个认为 你们有权力的话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 去写文字的东西 或者寻求专业的帮助 来保护你们 全都不知道 那所以你在我们的解读来看 你根本就没有条件 无条件 对不对 但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出于对哥哥 婚姻生活的这个不放心 那咱另当别人也理解 但是 正像我们这个几位都说的 哥哥竟然愿意这样 由他去 咱们替代不了他的老婆呀 人家好歹在一起 朝夕相处 过日子呢 那从他来讲 如果我解读他的一个想法 刚才说了 这个现在的夫人 在自己条件 我自己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 又比我年轻这么多 能跟着我 那我对他娘娘 是不是应该有个交代呀 我为什么要对他有交代呢 希望他能更好地来照顾我 现在身体可能还可以 再过几年呢 他身体可能就不是 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希望 拿我现在这诚意 能感召他们 调解嘉宾从各个角度 对杨家姐妹进行劝解 那么对于妹妹们的这份担心 有什么更好的保障方案吗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帮着他保住 现在他不是有一半吗 有用啊 有用 有用 都能共有 一会儿好歹 跟这个男子聊聊 不说的这么详细 咱不给人家这么特别具体的 就跟他说 就是他最好还是这样做 因为 就是我们有点替你担心 其实 在调解嘉宾看来 杨家兄妹之间 并不存在什么房产纠葛 在他们之间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亲情的心结 如何解开 两个妹妹对这个房子 提出一些要求 显然也缺乏一些依据 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呢 他们既有一个 经济利益诉求 但另外一方面 也对你还有一些 保护的意思 现在如果可能 对于从里面安排 这样呢 大家平安无事 会平安无事 那有的事情 既是对自己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 也是对妹妹们的一个交代 对于妹妹们的关心 大哥非常理解和感动 但他也明确表示 希望自己的生活 能自己做主 请妹妹们能多多体调自己 你们提出一些诉求 其实我们在刚才 交流的过程中 我们该说些也说了 哥哥的房子 跟你没什么关系 他不去管他 但他认为他现在这样的生活 对他来讲 是一个快乐的生活 那你为他去啊 为了彻底解开 杨家姐妹的疑惑和心结 陈旭律师 再次对整个事件 进行了法律层面的解读 既然他们带着疑惑而来 带着担心而来 就要用明确的答案 让他们安心 这件事 他们的这个 一些个利益诉求 作为一个梳理啊 源头呢 通过我们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采访 要沟通也好 大家都懂清楚了 主要是哥哥 当年有一个成租房 要房改 那么经济上呢 也有一定的困难 然后是两个妹妹 帮忙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这首先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决定 因为有了这样的决定 后面就有一些利益 获得了一些利益 但是我们这里 要提出来的是 两个妹妹说 当年我有出资 所以以后 房子不管是 变成货币了 还是变成新的房子了 那跟自己的利益 诉求都有 跟自己的利益都有关 那这个说法呢 如果没有一些 书面的约定 一些明确的约定的话 那这个说法 恐怕就得不到 法律的支持 刚才我也梳理过 从房改房的时候出资 到买了房以后 写遗嘱说 让住到百年 然后以后再怎么怎么样 但这个遗嘱形上 又有些问题 然后这个房子 又没经过妹妹的同意 又出售了 然后又拿了 售房款 又买了新房子 然后又登记在了 别人名下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那么妹妹显然 如果要提出一些利益诉求的话 那是不现实的 这个我们也已经市民了 那么哥哥呢 生活很不幸 现在这么一种生活状态 我相信也不是 我们大家愿意看到的 但毕竟生活就这样 无情 我们还要面对 还要活下去 那么从哥哥这角度来讲 我们跟哥哥也讲 两个妹妹 有些利益素学 首先可以理解 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描述的是 兄妹关系这么好 那么希望以后 还能够维系这样的关系 至于说妹妹 对于哥哥生活方式 一种担心 我们也表示理解 所以希望你们各方处理好 我们也分头给双方 有了一些提示和建议 那么你回去以后多考虑 最大努力 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 把它处理好 因为处理好了 我们未来的生活才能过好 就这么个建议 好吧 谢谢 相比一些家庭矛盾中 剑拔弩张的场面 杨家兄妹间 相亲相爱 相互扶持的关系 令人心爱 沈为大哥 在经历了这场调解之后 有什么话想对两个妹妹说呢 请继续收看 第三调解是之 哥哥 我担心你 下集 杨先生 您也听见 其实妹妹 就一切的源头 是因为他们担心 就他们俩的状态 是属于 爱您不成 恨您不成 您能不能 就是跟他们说说 可能您眼里有 您眼里现在的幸福 但是呢 他们可能不太理解您的幸福 您跟他们说说 让他们稍微今天能理解 你们俩呢 是这样 我做了一些事情 我就你们俩心疼我 我虽然不愿意伤害 不愿意伤害你们 确实呢 对你们俩 还有点伤害 对不起你们俩 我就现在过得 就这样的生活 希望你们能理解和原谅我 有一种关怀 不求自来 有一种默契 无可取代 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而在这份 无比宝贵的感情中 只有将纷繁的烦恼理清 才可以心无杂念的 享受它的美好 感谢观看